陕西素来被称为面食王国 但在宁抢 面对琳琅满目的面食佳肴 一种貌不惊人的特色小吃 核桃馍 却征服了男女老少的味蕾 核桃馍之所以是宁抢身份最特殊的特色小吃 不仅仅是因为它历史悠久 更重要的是 因为制作核桃馍的原料比较特别 制作核桃馍的核桃 必须选用宁抢本地特产的核桃 因为这种核桃果人饱满 油脂丰厚 做出来的核桃馍色泽金黄 味道浓郁 入口更加酥脆可口 青木川是宁抢的旅游重镇 回龙场老街上售卖核桃馍的小店 总要赶在天亮前制作出足量的成品 当地人则会赶在游客到来前率先购买新鲜出炉的美味 走出青木川 在闹市一角 仍然可以看到极为珍贵的传统核桃馍制作工具 这是仙人们通过智慧创造出的一种制作核桃馍的独特烤箱 锅盖上的凹槽用于盛放木炭 所以要配合吊瓣使用 锅底和锅盖同时烧起熊熊的炭火 苦涩的薄皮在均匀的高温下迅速失去水分 然后在反复的翻炒与揉搓下同香甜的果仁分离 核桃仁被倒成碎末 既能充分地释放油脂 又能与其他佐料更好地融合 而果仁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决定了酱料的口感 核桃馍这一闪难名吃的精华便蕴藏在其中 这种类似于制作花卷的方式 保证了果仁可以深藏磨腹之中 入锅前再在磨面上涂抹一层酱料 核桃的清香与果仁的软硬程度 便会在锅内的高温中形成不同的层次感 而对于高温的巧妙运用 正是核桃馍松软皆宜 满口生香的秘诀所在 核桃馍在宁抢早已成为独树一制的饮食文化 这种步走商业化 不进行工业生产的选择 正是对这种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如今 无论从传统的大锅烘焙 还是到顺应市场需求的烤箱制法 始终不变的是加工手法的掌控 一道去苦留香的简单工艺中 绽放出的或许正是这一方水土 得以安宁强固的智慧根基